随着全球多数国家取消出入境限制 国际旅游业开始呈现强劲的复苏趋势 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发布的最新世界旅游情预表显示 国际旅游业继续显示出强劲的复苏迹象 旅行是获得愉悦感和浪漫性的最好媒介 如果你也有时间 不妨去国外看看别人的生活方式 一定会有所收获 可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公平的 多数国家的护照含金量很低 导致大多数人不能来去自由 今天就跟着我一起 看看全世界护照含金量最低的十个国家 第十名 埃及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 东临红海 北滨地中海 北部沿海属地中海气候 其余地区属热带沙漠气候 总面积100万平方千米 海岸线长约2900千米 全国划分为27个省 总人口约1.04亿 为非洲第二人口大国 仅次于尼日利亚 主要信奉伊斯兰教 官方语言为阿拉伯语 提到埃及大家会想到 古老的金字塔 尸身人面相 以及神秘的穆乃伊 使得埃及有着悠久的历史 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之一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公元前3100年的法老时代 而埃及的金字塔 则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 经济方面 埃及是非洲北部 最大的经济体之一 该国的经济以农业 制造业 旅游业和石油出口为支柱 埃及是世界著名的 旅游圣地之一 它拥有独特的古代遗址 和美丽的度假圣地 吸引着大量游客 由于政治制度 经济文化等影响 埃及的护照 有跟没有事没有什么区别 免签的国家只有类似 贝宁 多米尼加 厄瓜多尔 这类你听都没有听过的 比较贫穷的国家 只有护照出国 还需要向政府申请 如果是年轻人申请出国 政府一般是不会同意的 政府也是绝对不会告诉你 你被拒绝的理由是什么的 怕年轻人出国之后不再回来 第九名 也门 也门位于阿拉伯半岛西南端 面朝阿拉伯海 境内山地和高原地区 气候较温和 沙漠地区炎热干燥 年平均最高气温39摄氏度 年平均降雨量偏低 国土面积52.8万平方千米 也门行政区画为21个省 和一个直辖市 首都为萨纳 截至202年6月 也门人口2980万 主要信奉伊斯兰教 也门经济落后 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经济发展主要依赖石油出口 再加上长期的政治动荡 地区局势不稳定 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别说出国旅行了 吃饭都成问题了 也门护照因该国内战 和恐怖主义活动 而受到各种限制 只有少数国家对其开放 都是些穷哥们 第八名 索马里 索马里位于非洲大陆 最东部的索马里半岛 东临阿拉伯海 背靠苏伊士运河咽喉 苏伊士运河是世界贸易 使用最频繁的航线之一 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再加上当地民风淳朴 使得经过这里的大小船只 头疼不已 当地人自20世纪以来 即以海盗为业 该国海盗每年勒索各国商船 金额难以估计 以至联合国对索国海盗基地 展开调查打击 这几年有所收敛 由于有海盗背景的加持 只有索马里护照的人 需要面临严格的签证限制 和旅行限制 第七名 伊拉克 公元前三千年中叶 伊拉克所在的地区 在历史上 曾被称为美索布达米亚 是人类文明的主要发源地之一 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 阿拉伯半岛东北部 北街土耳其 南街沙特 科威特 东南丁波斯湾 被称为中亚的十字路口 地缘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979年 42岁的萨达姆侯赛因 上台担任伊拉克总统 大权独揽 国内民粹主义高涨 再加上他想成为阿拉伯世界的领袖 开始反对西方 爆发伊斯兰革命 1990年8月2日 伊拉克指责科威特 蓄意推递游架 对外宣布 科威特为伊拉克的一个省 并挥军进攻 紧接着联合国安理会 开始对伊拉克实施经济制裁 从此伊拉克在国际上被鼓励 1991年1月17日 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 发动海湾战争 开始对伊拉克 和被占领的科威特 进行代号为沙漠风暴行动的大规模空袭 空袭在2月28日结束 伊拉克部队在萨达姆领导下 决定退出入侵科威特 2003年 萨达姆侯赛因否认 伊拉克有违禁武器 否认与基地组织有任何关系 3月15日 伊拉克开始备战 全国被分为四个军区 3月20日 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攻击 伊拉克战争爆发 美军开始实施斩首行动 4月9日 萨达姆在巴格达的雕像被推倒 标志着美军占领了巴格达 伊拉克的政权被摧毁 时至今日2023年 二十多年过去了 伊拉克人民依然处在 恐怖袭击战火的阴霾之下 第六名 叙利亚 叙利亚位于亚洲西部 底中海东岸 国土总领级185,180平方公里 人口一薪929万 主要人口阿拉伯人 信奉伊斯兰教 官方语言阿拉伯语 叙利亚在公元前3000年时 就由原始城邦国家存在 公元前八世纪起 先后被亚述帝国 马其顿帝国 罗马帝国 阿拉伯帝国 欧洲十字军 埃及马穆鲁克王朝 和奥斯曼帝国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 沦为法国委任统治地 1946年4月17日获得独立 1963年起 由阿萨德家族领导的 阿拉伯复兴社会党执政 从2001年年初开始 爆发了叙利亚政府 与叙利亚反对派之间 旷日持久的冲突 经济来源主要是农业 石油 加工业和旅游业 石油正面临枯竭的境况 人口增长过快 失业率在逐步增高 2020年 叙利亚GDP估算为230亿美元 较2019年的270亿美元 下降约15 人均年收入只有870美元 可以说是相当贫穷的国家了 由于该国的冲突和政治不稳定 持有叙利亚护照的人 需要面临许多 宣证限制和安全审查 这对他们的旅行 造成了很大的限制 第五名 阿富汗 阿富汗位于亚洲中西部的内陆国家 人口约3220万 阿富汗的名字 在普什图语中的意思 就是普什图人的地方 而普什图人也是 阿富汗的主体民族 2001年9 11事件后 阿富汗塔利班政权 在美军事打击下垮台 2021年4月 美宣布从阿富汗全面撤军 美国盟友和北约国家宣布 同时撤军 引发阿富汗局势快速演变 9月7日 阿富汗塔利班宣布组建临时政府 并公布部分内阁成员 阿富汗是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 领土中的五分之三交通不便 历经战乱 经济破坏殆尽 严重依赖外援 农业是主要的经济支柱 但可耕地还不足农用地三分之二 2020财年 阿富汗国内生产总值约200亿美元 人均GDP不足500美元 之前发生过一件事 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时候 有很多阿富汗人民 爬上飞机的起落架 想逃离这片土地 可想而知 阿富汗护照的含金量有多么低了 第四名 北塞普鲁斯 北塞普鲁斯位于塞普鲁斯岛北部 国土面积3355平方公里 相当于三个香港那么大 人口大约30万人 主要人口土耳其人 信封伊斯兰教 北塞普鲁斯尚未受到 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政治尸体 这里主要是由塞普鲁斯岛上的 土耳其后裔建立的政权 控制了岛上北边约三分之一面积的领土 并且在1974年时宣布独立建国 但目前全世界 只有土耳其承认北塞普鲁斯 因此他们的护照被称为最没用的护照 第三名 北朝鲜 北朝鲜位于东亚朝鲜半岛北部 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朝鲜劳动党是朝鲜的执政党 南部与韩国以三八线朝韩非军事区分割 北部与中国和俄罗斯接壤 西林黄海与山东半岛隔海相望 东临日本海 首都平长 国土面积12.2762万平方公里 人口2700多万 主要是朝鲜族 北朝鲜主要的经济模式是计划经济 国家拥有和控制大部分生产资料 北朝鲜仍然保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 并且重点发展军事工业 近年来发展核武 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给本来就贫困的人民雪上加霜 朝鲜人民是不得出境的 就不要谈什么免签落地签了 要出国 他们还需要政府签发的出国签证 没有许可 朝鲜人甚至都不能在自己的国家内旅行 但是依然有数亿万计脱北者 冒着生命危险 抛弃妻子来投奔自由 这是需要多大的勇气 才能走出这一步 祝福他们 第二名 西兰公国 西兰公国位于英吉利海峡之上的 废弃石油钻井平台 与举英国英格兰萨福克郡海岸10公里 该国自建立以来 一直由其元首贝斯和他的家人 以及合作伙伴们统治 西兰公国的常住人口很少超过5人 其可供居住的领土面积 大约有550平方米 西兰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私人国家 你别看他小 他也有自己的货币 政府 护照 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因为得不到世界各国的承认 他们的护照也是一张废纸罢了 第一名 ISIS护照 前面的几本护照最多 是无法去别的国家 这本护照 你要带着个这玩意儿出厂 基本会被逮捕 因为除非你为ISIS工作 否则 你根本不可能会有 带着玩意儿旅行 基本也就跟在机场大叫我是恐怖分子 我要开枪了 差不多一个意思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不知道以上10个护照 最弱国家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告诉我们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加订阅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